地球真是漂亮啦 有多花草樹木 又有宏偉的建築物 咦,這個這麼大的灰色盒是甚麼來的呢? 喂,你哪位呀? 你無緣無故在這裏做甚麼? 你知不知道這是水塔的限制範圍 除了緊急情況之外 外人是不可以亂進來的 你好呀,我叫阿Y 我是第一次來地球的 你叫甚麼名字? 你在這裏做甚麼? 這裏為甚麼不可以進來? Hello,我是Janny 我是基電工程署的職員 現在在幫水塔做定期檢查 你又好像甚麼都不知道 看來你對水塔好像沒甚麼認識 水塔?真的沒聽過 不如你講解給我聽 那好吧,剛剛我又做完事 讓我解釋給你聽 水塔其實是俗稱 正式的名字叫做冷卻塔 在你身邊這座冷卻塔 因為是用淡水來做煤計 所以就叫做淡水冷卻塔 是用來降低空調的溫度 它的運作原理 就是透過蒸發式的冷卻作用 去降低水的溫度 水塔會抽取外面的空氣進來 和流水接觸 吸收熱量 再將熱氣排出大氣之中 用這種淡水冷卻塔式的水冷式空調 是比一般的氣冷式空調 可以折散20%的用電量 這樣水塔又很好 既省電又環保 好 不過今天天氣這麼熱 你為何不留在辦公室 享受冷卻 要上來天台工作 為了可以令大家安心地享受冷卻 我就要認真和妥善地保養水塔 因為妥善保養水塔 是可以減低細菌傳播的風險 原來你的工作這麼重要 那在水裡會有甚麼細菌 例如是退伍軍人港菌 這種港菌是很多環境都可以生存得到的 譬如在接至20至45度的溫水裡 經常都會發現到 而水塔就是其中一個 退伍軍人港菌適合生長的環境 原來是這樣 我還以為隨便找些貼皮 造成一個水塔就可以了 怎會這麼容易 要安裝一個淡水冷卻塔 要符合很多條件才行 蛤 有甚麼條件的 要不需要考試的 那又不用 如果想申請安裝及使用淡水冷卻塔 就要參加由機電工程處管理的 淡水冷卻塔計劃 只要留意在選定地區裏面的 非著用建築物 綜合用途建築物 附屬於住宅發展的獨立式會所 以及酒店式服務住宅 就可以申請參加計劃 至於選定地區以外的建築物 我們都會按每宗申請的情況去作出考慮 而根據計劃的要求 申請者有責任按照淡水冷卻塔實務守則 為水塔進行設計、安裝及調製、操作及維修的工作 並按守則的要求 為系統選擇合適的水處理方法 來保持水質處於妥善的狀況 減低對公眾構成的滋擾 為了方便冷卻塔擁有人妥善操作及維修水塔 我們都出版了淡水冷卻塔操作及維修的良好作業小冊子 給業界參考 那麼設計上有甚麼要求 在水塔的設計上我們有五個基本要求 第一個是距離上的要求 不如我們一起坐你的太空船飛上天 我解釋給你聽 首先 冷卻塔空氣進風口或排氣口 和附近室外進風口、排氣口、可以開啟的窗戶 和公眾開放地區之間 一般需要保持最少7.5米的水平距離 如果水平距離不夠7.5米 就要考慮要有足夠的垂直距離 意思是 如果水塔以下有進風口、排氣口和可開啟窗戶 就要保持最少7.5米的垂直距離 如果水塔以上有進風口、排氣口和可開啟窗戶 就要保持最少20米的垂直距離 第二個要求 就是冷卻塔應該設置有效的收水器以減少飄水 第三個要求 就是要安裝有效的水處理裝置和涉放設備 以控制細菌滋生 冷卻塔的涉放水應該排放到沖刺水缸 並盡可能循環再用作沖刺用途 甚麼是涉放水呢? 涉放水是冷卻塔系統的排水 用來維持冷卻水的總溶解物 和原防物的含量至可以接受的水平 這樣就可以確保冷卻塔有效運作了 第四個要求就是設計喉管的時候 要盡量減少冷卻塔的冷卻水循環管道裏面的死角 避免積存死水 如果避免不到死角 就要裝設沖洗法去定期排水 最後一項的基本要求 是冷卻塔應該設有足夠和安全的通道 去進行維修保養 檢查和抽取水養本的工作 那是否跟了守則設計和安裝水塔就可以了? 當然不止 除了以上所說 冷卻塔還要有適當的維修保養 首先冷卻塔和水處理設施 必須要定期由負責操作和維修開的一些成建商 去負責做維修和保養的工作 另外冷卻水必須經過化學處理 或者是用經過驗證的物理水處理方法 去控制腐蝕、積舊或者微生物的生長 除此之外 冷卻塔系統必須定期檢查和妥善維修 範圍包括所有機械設備、水箱、水處理設施 和主要部件 例如填料、收水器等等 冷卻塔水盆外的水的透明度、氣味、表面雜物、水組和溫度 都應該檢查 確保冷卻塔外各部分清潔 以及整體系統運作良好 另外收水器和填料需要清潔和維修 以確保不會發生生物積救、腐蝕、水救 以及其他沉積現象 這樣就可以維持正常熱性能和防止過度飄水 對於有死角的喉管 就應該在每星期的例行檢查中 透過人搜罰放水最少15分鐘 以沖洗死角外的製水 同時亦需要每星期運行所有備用冷凝水設備 最少1小時 以避免喉管內有濟水的情況 原來是這樣 那你們的淡水冷卻塔計劃 在設計、安裝、維修和保養方面的要求都很全面 哦 哦 不只 除了以上所說 冷卻塔系統包括水盆和冷卻塔的內部表面 都最少每6個月要清潔、除去淤泥和消毒一次 這樣才可以有效令到冷卻塔運作 以及有效控制細菌的滋生 那怎樣知道冷卻塔裏面有沒有菌呢 冷卻塔系統擁有人或者物業管理公司 需要顧用冷卻塔承建箱 安排抽取冷卻塔水樣本 並將樣本交給認可實驗室化驗 淡水冷卻塔的退伍軍人趕菌種濃度測試 必須最少每季進行一次 而氧菌濃度測試 必須最少每個月進行一次 擁有人需要確保退伍軍人趕菌種濃度 在每毫升10個菌落形成班位以下 而氧菌含菌量 就要在每毫升10萬個菌落形成單位以下 如果含菌量等於或者超過控制上限 就要根據實務守則進行在線消毒或者緊急消毒 除此之外 冷卻塔系統擁有人或者物業管理公司 應妥善保存與冷卻塔相關的文件 包括操作和維修手冊 和相關的維修保養紀錄 以便我們的職員在有需要的時候 提供作檢查和複製 冷卻塔系統擁有人或者物業管理公司 需要僱用獨立的審核人員 每年為系統進行操作和維修的審核 以檢查操作和維修手冊和紀錄 進行目視檢查和變出風險和問題 並建議補救措施 記住審核報告要每年準時向機電工程署提交 糟了糟了 剛才你說得太快 還記不及 不用怕 我是模範員工才記載資料入腦 如果你想要以上的小冊子和實務守則內容 我可以給你一套拿到你各星球參考 不過這些資料其實在機電工程署的網頁 都可以下載到 如果你有什麼移民都可以打以下的電話 記住如果你想安裝淡水冷卻塔 就要參加我們的淡水冷卻塔計劃 只不過我不懂地球日的文字 對呀 忘記了你是外星人